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是禮拜二 答錯 禮拜一 不要卡好了 猜錯 今天是禮拜一 那應該是五一勞動節的 廉價的最後一天 明天就要開始開工了 今天其實也過得蠻頹廢的 就是自然一醒 然後昨天晚上看電視看到自然睡 然後不要看時間就自然一醒 醒了之後就 東摸西摸 洗洗衣服 然後煮一煮防疫餐 今天的防疫餐吃的都蠻過癮的 都蠻豐富的 那也燉了一小鍋的紅豆湯 當成甜點 吃奇異果 今天 也睡了龜熙大法 都很不錯 沒有其他的同學問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就回到正規單元的 Tuesdays with Maury 應該 有一段時間沒有持續來講了 那有一個 他部落命名的 Chopper 與飛彈等知識 無愧是大事 其實當局人應該都知道了 不知道就等於在鬼混了 這樣子 好 好 感謝 他們老師家上課的 這個比較大家熟悉的 跳來跳去的這個部分 這邊講的是他們老師上電視專訪 的第二集 因為第一集 這個 Tag Couple 去 Mory家 錄第一集的節目的時候 雙方互動良好 錄完了節目 也獲得廣大的回響 收視率不錯 所以 基於收視率的考量 電視公司當然收視率好 心不可思 打鐵趁熱 一鼓作氣就回去拍了第二集 這邊講的就是 拍攝內容的第二集 主要是 Mory 跟 Tag Couple 這個Nightline的主持人的錄的第二集 的整個互動的過程 那 Match有沒有扮演角色 有 他可能拿著遙控器在看電視 看這個第二集的播出 我們趕快來看這個精彩的內容 所以他的標題寫的就是 The Audio Visual Part 2 Audio Visual就是我們講的 影視 影音 的這個節目 Audio是指聲音 Visual是指 跟視覺有關 就是聽跟看 的這樣的一個影帶 我們講說視頻也可以 老公的講法視頻 我們講的就是所謂的節目 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 好 繼續往下看 The Nightline show had them a follow-up story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the reception for the first show have been so strong 那這個叫夜線 Nightline Tech Couple 主持了十幾二十年的老牌 談話性 深夜談話性節目 裡面 裡面 自從前一次做了 Mori的專訪之後 獲得廣大迴響 所以呢 又做了一個後續的專訪 那個叫 那個叫follow-up story 接續的前一集 第一集 所做的後續的 再度的一個專訪 有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觀眾對於這樣的一個節目的 接受度非常高 反應非常的熱烈 迴響也很大 This time When a cameraman and producers came through the door They already felt like family 那這一次進到Mori的家 雙方有第一次合作的經驗 已經 大家跟好朋友一樣了 已經沒有什麼生疏感了 也不必互相拆機半天 互相 去摸對方的底 這樣好不好 那樣好不好 都不用了 溫車的 試水溫溫車的過程 可以直接跳過去了 所以當外景人員 這個攝影師 跟製作人 經過了大門 開門 雙方相見歡 就如同家人一樣 這樣的一個 熟悉的一個程度 And couple himself was noticeably warmer There was no filling out process No interview Before the interview 等到主持人 這個叫Tech Couple 他本身 呈現出來 在節目的 畫面呈現出來的 很明顯感覺到 比前一次還要來的熱情 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 先做一個溫車暖機 相互之間 試探的過程 通通都沒有 也不需要跟第一次一樣 開始訪問之前 還先做一個開訪前的 專訪前的專訪 兩個人PCB才談一下 這個橋段好不好 那個橋段怎麼樣 超放鬆半天 現在都不必了 對 As warmup Kybo GoPro和Mauer 搭配 Cost Bit 她們的經歷的經歷 她們的經歷 Couple spoke of growing up in England Mourey spoke of growing up in the Bronx Mourey wore a long-sleeved blue shirt 他也曾經是很快的 甚至是90 degrees outside Couple removed his jacket and did the interview in shirt and tie It was a thief Mourey were breaking him down One layer at a time 雙方是不是還是要稍微暖場一下 還是要暖場 但不需要試探對方 暖場純粹就是 讓雙方之間的畫夾打開 能夠比較不會那麼卡 所以在暖場的時候 Couple就跟Mourey 交換了自己從小成長背景的故事 談一談自己的成長背景等等 Couple就講他在英格蘭長大的事情 Mourey就講他的在 Brunks應該是紐約的 Brunks這個區長大的故事 或是成長背景 雙方做一個聊天的暖場 Mourey穿了長袖的藍色的襯衫 為什麼因為病人 他總是幾乎感到很冷 不管天氣多熱 他就是感覺很冷 所以 前面時常講到他坐在輪椅上 還蓋著毛毯 現在已經到了 這種夏天90度的這種高溫了 他還包得緊緊的穿著長袖這樣子 所以即便外面 高溫達到90度 華氏90度 還是一樣穿著長袖的襯衫 那華氏90度我想應該 我不會換算了 大家同學換算一下 大家應該知道說 大概就是30幾度 我在猜 蠻熱的 我們的一般的攝氏30幾度 呃 卡普就受不了了 他就把太熱了 屋子裡面太熱了 就把他的西裝外套脫掉 然後穿著襯衫打著領帶來做專訪 這個畫面看起來就好像 Mourey Mourey 看誰比較耐熱的方式 擊敗了 呃 這個卡普 為什麼 前一次來 穿著服裝很整齊 這次來 脫啊 跟薄洋蔥一樣脫了一件外套 下次來可能要穿更少啊 這樣子 樣子看起來有點像 Mourey 對始終如一穿著長袖跟冬天一樣 但是呢 Ted已經受不了了 已經 在薄洋蔥一樣一件一件的脫衣服 樣子看起來好像 用 薄洋蔥的方式 慢慢的讓這個 Ted Couple 再下風 是這樣子 因為你去想 Ted Couple是這個 談話性節目的主持人 勢必 而頭腦 靈光 然後呢 靈牙粒子 再加上 對於新聞掌握的熟悉又是主持人 他一定在整個訪談過程當中 一定是處於主導的優勢的地位 那被訪問的 Mourey 是一個病人 而且呢 是垂死的病人 他唯一能夠 只能接招 他沒辦法很難出招 處於越式狀態 他只有靠 我穿的 就是從頭到尾就穿那麼厚的衣服 長袖 你受不了了你要脫衣服 代表說 我好像就用這個方式 薄洋蔥的方式 讓你一層一層的 慢慢的 開始 卸除掉你的 不是心防 是從外觀上來看 我好像讓你屈服了 類似那個意思 雙方開始 純槍舌戰的一番 也要增加收視率 也要有一番 開場的純槍舌戰 You look fine Couple set When the tape began to roll 那開始開拍的時候 開始錄了 這個 他那個Tape就是指 攝影機的 袋子 開始轉 開始錄了 Couple就講 你今天看起來氣色不錯 That's what everybody tells me Mori said You sound fine 那Mori就講說 大家都這麼講 然後Mori也回 也回應對方說 你聲音聽起來也不錯 一個講 你看起來也不錯 另外一個講 你聲音聽起來也不錯 這樣子 Tecouple就接招講 That's what everybody tells me 大家也是這樣跟我講的 那當然你是 談話戲節目的主持人 聲音要有一些特色 觀眾聽起來比較有 興趣 有意願會 再看第二集 再繼續持續的支持這個節目 一定有他個人的特色 聲音也是一種 So how do you know things are going down hill 切入主題了 雙方先一個 你來我往的開場之後 Tecouple 切入主題了 請問你是怎麼知道 你自己 的健康狀況 開始走下坡的 Mori side Nobody can know Nobody can know it But me Ted But I know it Mori 嘆了一口氣講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在走下坡了 沒有人看得出來 因為身體是我自己的 只有我可以感覺得出來 我的健康狀況在走下坡 他講 Ted 就只有我知道而已 我自然而然會知道 沒有什麼理由 因為身體是我的 我當然可以感覺得出來 And as he spoke It became obvious He was not waving his hands to make a point as freely as he had 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當他講話的時候 受訪的時候 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Mori已經沒有辦法 像他第一次受訪的時候 在 談天的過程當中 用筆手勢的方式 來 強調 能夠自由自在的 隨心所欲的 用手勢 來 強調他自己講話內容的重點 因為Mori是老師 是教授 教書的話 你面對教室這麼多的人 你站在講來上 你有時候講話 聲音要能夠 大聲 然後要有一點 異陽頓挫 重點的地方 可能要特別大聲 然後呢 要吸引大家的注意 講到比較重要的地方 可能要用很多 誇張的手勢來 讓大家能夠輔助理解 所以久而久之 Mori就變成 喜歡用手勢來輔助他講話 變成他語言的一部分了 這樣子 但是這一次受訪很明顯 隔了這一段 不算長的時間 短短的時間 Mori已經沒有辦法 自由的能夠用手勢 揮舞著雙手的方式來 輔助他 來談話 這一點很容易 很明顯看得出來 是怎麼看得出來的呢 是Mitch 從電視裡面看出來的 He had trouble pronouncing certain words the eye sound seemed to get caught in his throat In a few more months he might no longer speak at all 除此之外呢 他的 發音的 拼音 也特定的一些音 也開始發音的不清楚 發音有困難了 譬如說 愛 這個看起來像 E的這個是我愛的聲音 好像卡在喉嚨裡面 發不出來 那 Mitch在看電視的時候想 可能在過幾個月 他就完全不能再講話了 有可能 Here's how my emotions go Mori told couple When I have people and friends here I'm very up The loving relationships maintain me 那Mori就講 我的情緒 的整個 情緒的轉換 是這樣子的 Mori就告訴Couple 我的情緒是怎麼轉換的呢 當有很多的人跟好朋友到我這個地方來看我 我的心情就會特別好 因為 這一種 關愛的 情感交流 能夠 支撐著我 讓我的精神 跟我的情緒一直保持到很好的狀態 But there are days when I'm depressed Let me not deceive you I see certain things going and I feel a sense of dread 他說但是不見得天天都有人來看我 天天都有朋友來看我 等我自己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這段時間的日子裡 我就會變得非常沮喪 我也不想跟你講假話 我也不想騙你 我有看到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正在發生當中 而且呢 我自己有感覺到 非常的擔憂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out my hands? What happens when I can't speak? Swallowing, I don't care so much about So they feed me through a tube So what? But my voice My hands They are such an essential part of me I talk with my voice I gesture with my hands This is how I give to people 他看到什麼呢? 為什麼會感到難過? 擔憂 他擔憂什麼? 他說 如果我的手不能動了 我怎麼辦? 前面講到他的手勢跟他的講話 是作為教學者 一輩子的大學教師 最重要的教學的謀生工具 他很重視 他也習慣了 但有一天他的手不能動了 不能比手勢了 他會覺得非常非常害怕 他講如果我有一天 手不能動了 手不能動了 我不能比手勢了 我怎麼辦? 如果我不能講話了 會怎麼辦? 他擔心的居然是 他最習慣最習慣 做了很久 他也最重視的比手勢跟講話 因為他是老師 大學教師 他反而不擔心其他的 譬如他講 swallow it 吞咽 我倒不那麼的擔心 我吃東西吞咽的問題 因為有人會 用餵食的方式 灌食的方式 用鼻胃管的方式來幫我灌食 又怎麼樣? 這個我不擔心 但我的聲音跟我的手怎麼辦? 他還是擔心 他不能講話 不能比手勢 這兩樣東西是我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失去了 我怎麼辦? 那他講 我是用我的聲音來講話 我用我的手來比手勢 這是我跟人們溝通的方式 他跟他的學生也好 跟他的同事也好 他習慣了 所以他現在擔心的是這個 他也事實上可以看得到 他的手活動力沒那麼強 他講話沒有那麼順暢 他可以感覺得到 那如果你不能夠再講話的時候 你怎麼溝通呢? 那個給可以當 communicate Morris Shark 可能我會有 每個人都問我 對嗎? 對嗎? 不是就搖搖頭 類似這樣 It was such a simple answer that couple had to smile He asked Maury about silence 那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回答 讓 couple聽起來露出了會心的影笑 他又問 Maury有關 如果有一天不能講話了 變得一個人變得安靜無聲 牙口無言的時候 會怎麼辦? He mentioned a dear friend Maury had Maury Stein who had first sent Maury's aphorism to the Boston Globe They have been together at Brandeis since the early sixties 那什麼叫Silence? Silence除了不能講話 還有一種是不能聽 所以前面講的是講話 那Couple又問說 那萬一你聽不到了怎麼辦 聽不到那個就是一個無聲的世界了 那Couple也提到 Morris的一個好朋友 叫做Morris Stein 也就是Morris Stein 他發想 想出了一個點子 把Morris寫下來的一些金句 寄到 波士頓環球報去 讓大家才注意到 包含Nightline也注意到 原來還有這樣的一個教授 Brandeis University的教授 已經得了這種見動證 還在寫一些金句 發人聲醒的金句 才會來專訪 那這個叫Morris Stein的人 就是耳朵聽不到 這兩個人的友誼有多好呢 朋友之間的友情有多深呢 他們兩個在1960年早期 就進了Brandeis University 一起職教編到現在 所以友誼有情超過三十年 那現在這個叫Stein的Morris的好朋友 已經耳朵開始聽不到了 卡伯就開始在想 這兩個人如果有一天見面了 一個不能講話 一個不能聽 一個不能講話一個聽不到 那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他又用這個問題來問Morris Morris就講說 我們就用握手的方式寒暈了 因為你跟對方握手 接觸到對方 你可以感覺到 雙方之間透過握手的接觸 有很多很多的愛 互相傳遞 不需要靠語言 靠肢體語言 不需要靠真實的語言 他跟Ted講說 Ted 我們有超過三十五年 我們有三十五年的交情了 不需要靠講話 也不需要靠耳朵聽 就可以感覺得到對方 心電感應的意思 那在第二次的後續追蹤報導的專訪結束前 Morris讀了一封 他收到的信 他變得有很多粉絲了 因為透過Nightline的專訪 變成很有名了 大家都寫信給他 所以Morris就 讀了一封 他介紹的信 給Couple聽 作為一個結束 收尾 Sense the first line line program There have been a great deal of male One particular letter came from a school teacher in Pennsylvania to taught a special class of nine children Every child in the class has suffered the death of a parent 自從第一次的Nightline第一集播出之後以來 有很多很多的信件 如雪片般的寄來 有一封很特別的信是來自於一個學校的老師 在Pennsylvania 在賓州的一個學校的教師 他教了一個九個小朋友的班級 應該是小學 小學老師教了一個特別班 這個特別班有點像特教班 這九個學生並不是有什麼問題 是每一個 在這個班上的九個小朋友 每一個小朋友都有 呃 所謂的上親之痛 也就是說這九個小朋友的父母親 當中都有人過世 好這樣子 Here's what I sent her back Mori told couple Purchin his glasses gingerly on his nose and ears 那Mori就要把他怎麼回信給這個老師 特教班 小朋友的父母親 都其中有父親或母親一個人去世的這個小朋友 當然內心會受到一些創痛 這個老師是專門教這種 心裡面有創痛的 上親之痛的小朋友的這個特教老師 他就跟 特別挑了這封回信 跟Ted couple講說 呃 我把我回給他的信 念給 你聽 順便放送出去 給大家知道 講完之後呢 就把他的眼鏡 小心翼翼的放在鼻梁上 掛在耳朵上放好 看著他寫的鬼信 來開始 讀信 Dear Barbara I was very moved by your letter I feel the work you have done with the children who have lost a parent is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lost a parent at an early age 他就開始念了 他講 Barbara 你好 這個Dear Barbara 你當然可以翻成親愛的Barbara 你也可以翻成Barbara你好 反正它是一個提稱語 一定會用Dear 本身沒有什麼意思 問候的寫新的問候語 對於你的來信 我讀了之後非常感動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你對這些 失去親人的 失去父母親的 小朋友 所做的一切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也在 很小很小的時候 失去了我的 雙親之一 所以他這邊講的是 失去父母親當中的一個 不見得是父親或是母親 但不是兩個都去死 是其中一個 好我們就念到這個地方 看一下時間 29分鐘差不多 朗讀一下 今天就大功告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Mori是一個 性情中人 好 就開始朗讀一下 The Audio-Visual Part 2 The Nightline show had done a follow-up story on Mori partly because the reception for the first show had been so strong this time when the cameraman and producers came through the door they already felt like family and Kapo himself was noticeably warmer there was no filling out process, no interview before the interview as warm-up Kapo and Mori exchanged stories about their childhood backgrounds Kapo spoke of growing up in England and Mori spoke of growing up in the Bronx Mori wore a long-sleeved blue shirt he was almost always chilly even when it was 90 degrees outside but Kapo removed his jacket and did the interview in shirt and tie it was as if Mori were breaking him down one layer at a time you look fine Kapo said when the tape began to roll that's what everybody tells me Mori said you sound fine that's what everybody tells me so how do you know things are going downhill Mori sighed nobody can know it but me Ted but I know it and as he spoke it became obvious he was not waving his hands to make a point as freely as he had in their first conversation he had trouble pronouncing certain words the I sound seemed to get caught in his throat in a few more months he might no longer speak at all I also did another one that L there's a difference because it's a little bit because it's a little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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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s how my emotion goes Morito couple when I have people and friends here I'm very up the loving relationship maintain me but there are days when I'm depressed that may not deceive you I see things I see certain things going and I feel a sense of dread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out my hands what happens when I can't speak swallowing I don't care so much about so they feed me through a tube so what but my voice my hands my hands there's such an essential part of me I talk with my voice I gesture with my hands this is how I give to people how will you give when you can no longer speak Kapo asked Mori shrugged maybe I'll have everyone ask me yes or no questions it was such a simple answer that Kapo had to smile he asked Mori about silence he mentioned a dear friend Mori had Mori Stein he had first sent Mori's aphorism to the Boston Globe they have been together at Brandeis since the early sixties now Stein was going deaf couple imagined the two men together one day one unable to speak the other unable to hear what would that be like we will hold hands Mori said and there'll be a lot of love in passing between us Ted we've had 35 years of friendship you don't need speech or hearing to feel that before the show ended Mori read Kapo one of the letters he received since the first nightline program there have been a great deal of mail one particular letter came from a school teacher in Pennsylvania who taught a special class of nine children every child in the class has suffered the death of a parent here's what I sent her back Mori told Kapo Purching his glasses gingerly on his nose and ears Dear Barbara I was very moved by your letter I feel the work you have done with the children who have lost a parent it's very important I also lost a parent at an early age 好 我們就念到這個地方 非常精彩的內容 時間 三十四分鐘 好 我們明天 可能回到 Jack Welch 的Wennett 然後或者再多加一點 Tuesdays with Mori 因為畢竟 我原來計劃規劃是 能夠一天 都能夠有 一點點的Tuesdays with Mori 所以我今天講了兩頁就是補前面 沒有做的單元 所以今天讀了兩頁應該佩服是夠的 結束前 同學有需要 抱歉吃太多 同學有需要各式各式各樣 類似Tuesdays with Mori 這種人文素養的 訓練的課程 歡迎跟我聯絡 直接底下留言 我會盡量 答复同學 幫同學安排比較適合你的課程 不管線上的實體的都可以 我們按照相關的內容的規定 在 連鎖 咖啡店裡面 戴著口罩 社交距離 各種完全符合規定的方式 一樣可以上實體課 線上的課程更方便了 我已經試了各種不同的 這種通訊軟體 從Line Line Meeting 然後 Skype 然後 Google Meet 然後有Microsoft Teams 都可以 同學應有盡有 同學選應該 這些通訊軟體的功能都非常強大 都一定可以滿足所有 接近到實體課程的這樣的一個效能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如果 同學有興趣 對於課程 的諮詢各方面 歡迎跟我聯絡 我們明天再見 晚安